你在呈现你的作品的时候 如果你的内容没有办法很棒 那同学可以利用一个方法 就是用一些图案等等之类的 去增加画面的丰富度 所以你看像如果是人家那种 你看像这个他就会放这种图 然后就会有一个这种大字 有没有 就是类似封面 或者是说你在整个影片的过程中 你都可以加 像这种人物的部分 如果他有去备放第一页 然后高雄人怎么字之类的 听到我意思吗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字的部分的需求 这种字都大大的很明显 然后比较夸试 那种部落课他们都喜欢用比较夸试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以怎么做 像这个 这种小图案都可以自己做 去增加的话你在PS课程期已经教过了 所以老师带一下下你们怎么做 来我们开PS 还记得吧 还是英环老师 哇学校这边都有 怎么那么好 来我们看一下 那去被你们会了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要让字很夸张的话 这个其实在 在归岛可以直接做OK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种图 只是说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在PS里面要做 我的底图 就是那种 例如说封面或封底等等的 你第一个在开PS档案的时候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宽度高度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开成影片所需要的宽度跟高度 所以这里的宽度跟高度的单位 请你把它改成像素 有问题 再来很重要的像素的比例呢 多少 FHD是多少 谁知道 FHD 19 2 0 有没有听过啊 不知道 还有1920啊 沉上什么 1080啊 我们之前有没有这样出处影片 对吧 你们以后做也是这个格式啊 1920沉上10半 这不能错哦 这不能错哦 错了比例又不对 再第二个错了解析度就变差了 这个也要注意 然后背景内容 等一下我们去背 去背啦 所以是透明啦 透明 OK吗 你要做透明的 要做透明的感觉 这样的话 我们在呈现的时候 才不会说整个图都压过那个物件 让透明的 那解析度的话不用到300 72就好了 因为我们是不是印刷 我们是在影片中呈现 所以72就可以了 好 来 1920x1080 解析度72 背景内容是透明 好 确定 好 它就会开了一个页面给我们 然后这个页面它就是这种 有没有 一个很多很多其他一个 代表它是透空的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好 再来 那老师想要在上面画几个图形 然后摆个去背的图 加个字这样就好了 可以拿来影片中呈现 好 所以哦 来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个 我们在上面加几个小图案好了 那小图案的部分的话 旁边有这种几何图形 我们可以画 有没有 像这种多边形啊 橢圆啊 圆角啊 举形等等可以自己画 甚至你们这有叫钢笔吗 还是只叫影像边修 好 没有钢笔 来 钢笔在这儿 好 这个是钢笔 这是钢笔 你按住它里面有小东西吗 钢笔笔形工具 好 例如说老师要画一个三角形 我就点 点 点 然后回去哦 回去哦 点 看到吗 回去 那它颜色的部分 啊对不起 往上 上面这是路径 你要把它改成形状 重来一次哦 改成形状 再画一次 点 好 点 点 那改形状哦 它就会一个形状出来了 然后这个形状的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你可以快按两下 改变 从上面 填满这一个 改颜色就好了 它又改掉 看到吗 你可以从这边去改颜色 好 那改完颜色后 我们只是这个装饰 这个装饰 如果你要移动它 这个钢笔往下 有个白色的箭头 长按住哦 里面有个直接选取工具 白色的 要用白的 框出它就可以动了 动 那么你可以改变你的形状 框出动 长短都可以自己调整 框出动 知道我的意思吗 OK 这样就画一个形状 然后这个形状出来 我们点回一般图案哦 这个形状 如果你要让它变淡 淡淡的颜色 因为我们这样才可以看到后面的影片 好 旁边这里 涂层 这几张就好了 就很好用 来 涂层这边有个透明 不透明度 你可以点它后调 它就淡淡的 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们像看到部落库 他们都用这种图案做 很多 很多 我再做一个哦 再练习一次来 钢笔 钢笔工具长按柱里头 有个笔形工具 往上改成形状 形状 旁边这是填满色 你可以换颜色 我换到原本的 来复原一下 什么都不要点 什么都不要点 空空的 什么都不要点 再次好 钢笔工具 因为它会变成是换颜色 形状 填满色 在这儿可以换 好 OK 好 再画一次 我画侧的 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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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点一下 好 回去了 回去后颜色 如果要改在上方 可以改颜色 如果你要让它有透明 旁边的不透明度可以微调 知道我这意思吗 你可以去做变化 然后再来 如果你要把这四个三个点的位置 更改 好 来点为白色箭头 就在它的钢笔的下方 有一个路径选取跟直接 你要用直接选取 我都叫它小黑小白 OK 小黑小白 小白点它 那你就可以框选物件移动化 好 框选物件下来 好 框选物件动 知道我这意思吗 OK 你们看到人家波罗克 他们做的那种图 都是这样做的 那透明度一定要设 它才会是透空 如果你不设后面 的话就不是透空 就这样而已 好 那OK吗 目前为止 所以你看你要改谁 你改形状一 你就点形状一 那你碰形状一 就可以动形状一的 好 如果你改形状二 你就点形状二 好 就可以碰形状二 改它的 那不一定要刚好 也可以不同的效果 你看你怎么去玩它 知道吗 会不会 好 所以这是形状 要会哦 形状 网路上很多都用形状 所以你要看人家那种 它会用很多 我记得那谁啊 部落客 等一下哦 分离一下 是坏的输入法 你看看那种部落客 然后这也是部落客 是不是啊 哇 它比较阳春 它就只有打字而已 那个什么菜尔嘎 这个 好 它的就有 然后就外框 你看这是外框 然后 这个 它都好快 你看 这个 它就是一个图 然后它这边加一个大色块 你看 然后打字 OK 像这个也是一个大色块 到后面背景 这两个是去背 这都前 大家先做 这不是在影像中做的哦 不是哦 在PS哦 会AI做的哦 OK 然后呢 字打上去 对 然后这个就没有 对 其实你看看 它都把每一个版的印象 换颜色而已 这个我有研究过 它都是故意换颜色 你看看这个就是老师现在讲的 这个 鞋的 你们看到 对对对 知道吗 它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会不会 好 那字的部分的话 很简单 文字上是教了嘛 好 所以点T T过来打字 那T我们等一下再复习 你们先就画个两个图案出来 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好不好 都可以 你们自己做 那很重要 请问尺寸要开多少 单位是什么 像素 你不要给我1920x1080公分哦 你等一下电脑就会当到最高点 它肯定当机 OK 再来第二个解析度说什么 72 好 背景 透明 对这样出来 它才会是透空的 好 来 先立行 开BS 这样